6月22岁的韩国铁人三项运动员崔书贤被发现死于宿舍 死前他向自己的母亲发送了信息 请让世界知道他们犯下的罪行 崔书贤口中所称的罪行就是教练和队一对自己长期的暴力和心理虐待 崔书贤留下的材料显示 队一安朱贤曾经多次对崔书贤实施暴力 包括打耳光 拳打脚踢 甚至有一次打断了他一条肋骨 但崔书贤自己因为害怕报复而没有及时就医 除此之外 崔书贤还遭受了各种形式的折磨 教练金奎峰曾用鞋抽打他 并和队一强迫他吃掉大量面包 吃不下就呕吐后再吃 金奎峰在一段录音中称崔书贤为精神病 并命令他为了控制体重三天不准吃东西 队中的冠军选手张允珍还曾对他进行身体暴力和语言羞辱 甚至有一次教练强迫他向张允珍下跪 对于自己长期遭受的虐待 崔书贤并非没有寻求过官方机构的帮助 然而结果却让他绝望 他的父亲崔英熙对媒体透露 接待申诉的官员的态度 似乎是在体育运动中出现一些殴打虐待是理所当然的 无望之下崔书贤最终选择了自杀 一名年轻运动员的逝去令人扼腕 然而在韩国体坛类似的丑闻已经并非首次 2018年韩国短道速滑运动员沈希希 曝光了主教练赵仔范的暴行 引发了体育界地震 除了殴打沈希希以外 教练赵仔范还涉嫌性侵 目前正在受审 此事令韩国体育界暴力浮出水面 大韩体育会会长承诺将杜绝此类事件 然而悲剧仍在重演 例如还没爆出的职业棒球运动员李泽根 当上队长后 殴打年轻运动员 遭到殴打的运动员被送往医院急救 李泽根受到的处分 不过是取消第36场比赛的参赛资格 韩妹认为暴行 虐待蔓延 在一定程度上应当归咎于 韩国体育界的封闭文化 韩国中央大学体育科学教授许正勋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韩国体育成就的背后 是严苛的训练制度 这种制度认为 只要能产生奖牌获得者 暴力行为就是正当的 崔舒贤事件发生后 韩国体育界再一次低下了头 但是韩媒依然认为 不知道还需要多少人牺牲 才能让这个可怕的恶性循环走向终结